不开机,但是老师叔飞掉了,我们开始这个吧 全没有了,第一层消掉了,第二层也被拉掉了好多 我们看一下镜头清不清楚 然后我们上个新道片 我们下一个期间,我们下一个大门 我们下一个期间已经被拉掉了 我们下一个期间,我们下一个期间 好,找到这个点 然后它这个已经明显 损到第三层的话 我们先把点挖出来之后 看看阻值对不对 阻值对 直接飞下 还是选择厌西西城 但是西西城的这个 有的人会感觉太粗啊 杂质啊杂质都把它清掉 线没弄没弄纸 哎呀,今天弄点东西 嗯,今天被这个扇盖弄了 怎么弄都不顺手 无所谓,我们继续 好,拆组子 开始 第三个,中间一个 也被钢坏了,阻值现在出来了 但是中间一个钢坏了之后 没影响到显示 我们先把它显示试一下 显示好的话 让他们就把新品接好就好了 好,我们开始下一个机器 还有,还有,还有钻线,在寻找第二根 就在这里了 就在这里了 好 第二根也接好了 再上屏测试 还是不显示 再上屏测试 然后第二根牌断的第二角 我们刚才刀刮的时候 整个板身都分开了这个区域 然后显示 然后像这种的 仔细观察 有的时候 你那严重的机型 可以把它扩大范围 再削一削 让他们去接听 我们下车上屏测试